刚一去那哈尔滨的青年 就摆我那帽子 不是那发一声嘛 那帽子就给飞走了 不是你赶快给我戴上 七十了 七十了 那您是知青吗 就是东北待了九年 六九届最后一届 那您多大年去的东北 十六啊 您去的东北哪啊 东北虎林 六九年去的七八年回来 他人家不回来 我不回来没事 哪都一样 这是 这是老北京 没老家 要有老家 我都不跟这儿待着 就回老家了 他去军团什么呢 北京知青受欺负 不受欺负 全靠你为人 到哪都一样 知道吗 会梳理这事情 刚一去 那哈尔滨的青年 就摆我那帽子 不是那发一声嘛 那帽子就给飞走了 我说你赶快给我戴上 你看这个 我刚从市场打的热菜汤 还俩包子 刚打的 我说你敢给我戴上 不戴上 你看这热菜汤没有 没等他给我戴上了 光就给他揪过去了 给他弄一脸 好 你 这就是先下手为强 你不是飞帽子快 我这不烫你快 是吗 他难逢不了 最后我站那宿舍那块 上牙铺 跟人聊天去了 我这打完就完 他还过去 从我后边光给我一个耳贴子 就跑了下的 我说你也打过架没有 我说打过架 我说现在咱那上路边打去 咱谁打过来给谁打发为止 是不是 对 下黑手 我说等你还睡着了 我给你打 下黑手 我说你学着点好 是 好来又找人 又上烟 又道对不起 追了就 我说你 没打过架没有 跟家里面打过架没有 是 打过架 咱现在就外边打去 别他们这好 他抽不冷的 给我一下子 干嘛呢你 那您先给他们震了 你得 你去了以后 你就得先得的什么呀 你不先弄一档子 你不知道别人不知道 你还没事 对 是 一般的你别欺负人 回人 当然来讲你也别怕 别怕有事 出门不怕事 对 别怕事 你别惹事 但是不怕事 就这个 是 那您在东北结婚了吗 东北没结婚 东北老了有找你的 是 还有当地的找你的 您年轻时候长得也惊人 瞎骚我 我一看得了回来吧 回来一开始啊 干临时工 跟那个北京市指货厂 他听说我跟东北那干过木工 他让我留下 他看我一犹豫呢 行了 明天你来就干木工 你要是那个不干木工呢 明天你也别来了 我一看他给我弄一串 我说这哪都会录我 我工作也八九年了 我说你这么着吧 您给我开条 我回街道 还干木工 跟你这干木工 你他们还没容我 还考虑 不如说我跟家里人商量 你就干我干木工 你倒想上呢 你不要我不是你培养的 是啊 我凭什么跟你干木工 东北吃苦吃住 就是 好嘞 我说你给我开条吧 我干嘛 我们那一块兵团回来的 跟那个 电影字幕工厂 干木工的 天天干嘛 就盯那三合板小盒 搁那签字 哦 那个清掌 他说在那儿啊 天天上午放电影 下午放电影 什么电影 你就干没看过 就是看电影 我说那挺好 而且呢 谁挺出的 他那后勤的那个 就是我们那一块 那十三连的 那知青啊 他母亲跟那儿 那真不错 他不是有路子 这一写一条 我没干那儿 没跟那儿干木工 上哪儿干木工去了 一去了 有工具费 再加什么 一月能拿六十多块钱 七八年嘛 那算高工资啊 我跟那儿干了有半年多 回看也没有什么转正 我赶快上劳力组 那时候也是兵团 五连的直的转 是 我也认识 跟他一打招 我是有那不远不近的 全民单位 差不多你给我找也得了 是 这么样 北京是住宅公司 高债厂 招人来 我说 他说你去不去那儿 那儿有指标了 我说去 我说你最起码先干着吧 对啊 那边临时工没辞 这边上了半个月份 上了完半个月份 回来才把那边辞了 那您这有什么 人说你这几天上哪儿了 我说你这眼高 我上哪儿了 我天天来 是 我接受半个月份 我得走一步 看一步啊 那边踏实着 上一礼 上一礼拜班了 人家又找我来了 找我跟这干什么样 我说还凑合吧 他说你要说那儿不行 香山找导游的来了 我说那得不早说 那也不错 对 后来我一看 他说找的我人也多呀 是 我说那就算了 就凑合跟这儿待着吧 您能力好 不是别的 你要真干导游 早 他们这都不定哪儿去了 你看最早那帮80年干导游的早 没眼了 出国的出国 走的走 哪儿的都又有 这我心说跟这儿 他的事就跟这儿 跟这儿也凑合 99年写申请又内退了 一直到现在了 47就内退了 那您这工龄也挺长的 37年 这个一辈子一晃就过去了 对 安安稳稳啊 我本身来讲 我内退完了以后 还想干点 嗯 他说别干了 跟家待着吧 别干了 您现在养老待遇怎么样 不到六千块钱 也不错 瞎凑合 谢谢大家